欢迎来到小九撩剧,今天小九带来 意下,知笑别离 第三集,该如何寻人 路易走出屋外,故意往前走了几步 又捏手捏手地反了回来,贴在门上 夏小小收起刚刚与谢霄打情骂俏的神情 正色道,听她语气,是真的前来寻人 谢霄醋眉,是真是假 我们都要硬着,锦衣卫不是你我能得罪的气 不管怎样,她在的这段时间,都要小心伺候着 夏小小,我们该去哪里替她寻人,你心中可有主意 沉香目所,谢霄晨吟道,要多大的官衔 才能找到锦衣卫为自己寻人 夏小小,不如我们怎么想想,怎么,谢霄一个眼神 制止她说接下的话,而是高声道,我们应该好好想想 怎么样帮路易修,找人 夏小小这才知道,路易并未走远 她故意打了一个哈欠,今晚喝多了,想睡觉了 我先去打盆水,洗把脸 她说着话,就猛地叫门打开 屋外没有躲避的地方,路易来不及走 只得直直与夏小小碰上 她神色自若,我落了东西 夏小小哼了一声,我听闻 锦衣卫最善听墙角 路易,她冷冷一笑,那是办案 并非听墙角 有区别吗?你,路易雅然,与她在座纠缠 也没什么多大意义,只得挥袖走人 心里面倒着 有这丫头在,还真的有点麻烦 夏小小看着路易远去的背影 神色越发严肃 带谢霄走后,她一人坐在床榻上 静静的,与刚才伶牙丽齿的模样完全两样 她一人生活在扬州城已经有两年了 将她照顾成人的养父母 已经被她暗中送去了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 扬州城并不太平 她不忍心将两位手无寸铁的老人 脱入这悬哦 这些年,断断续续有人前来打听过她的下落 大都不怀好意,她都暗中解决了 如今她与京师那边的亲人断了联系 随着中间传话人的失踪 知道有她存在的人越来越多 她不知道该相信谁 这路易能相信吗? 她确实是祖父派来的吗? 夏小小辗转反侧 索性掀开被子 打开床榻上的暗格 暗格打开 里面有个上了锁的小箱子 箱子是炼铁做的 刀削不开 只能用特定的钥匙打开 她将钥匙用绳子系好 挂在脖子上 盒子打开 里面赫然躺着一把沉香木长命锁 她拿出来 又点了一个蜡烛 昏黄的烛光下 她半眯着眼睛 全身贯注地在纸上绘着上面的图案 描摹了大半夜 终于完成了 她小心收好 明日便请人再置一把这样的长命锁 只是 不知道是否能瞒过路易 她心中不安 又不敢贸然去经师 不知道在经师那边的家人还好吗 她一直在扬州等着他们 不知道何时能团聚 她出生并未尚族谱 是她的母亲逃到扬州的时候 早产生夏 当时恰逢她爹在京师范市 怕刚出生的她被连累 便找到了在扬州的一户远亲 请他们照顾夏晓晓 之后 她爹在狱中生了一场重病 还来不及洗清罪名 就撒手归去 母亲生产完元气大伤 又无法接受噩耗 也跟着去了 夏晓晓便一直这么养着了 在经师 她的爷爷身居高位 每一步却都踩着血 甚至今日过了 不知明日能否活 夏晓晓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每日想的都是如何保全自己 如何守住家人留给她的东西 这是他们最后的退路了 为此她必须掩去自己真实的身份 做着糕点铺子的老板 她看着苗摸好的话 滴滴叹了一声 做着糕点铺的老板 没什么不好 无忧无虑 比在京师做大官还要好 路易应该没这么好打发 她还得好好想想 该怎么试探她 天刚亮 夏晓晓好不容易睡着 还没眯上片刻 就听到敲门声 这么早小山还未开工 她被这敲门声吵得头痛 劈了剑外山 蓬头垢面地跑去开门 一大早 扰人清梦 夏晓晓抱怨道 看清眼前人之后 不由得一惊 路易 这么早就来买糕点 我退房了 没地方住了 夏晓晓这才看清 她手上拿着两个包袱 不是 你好好的 干嘛退房 夏晓晓此时头重脚轻 听不清她在耳边 叙叙叨叨说了什么 挠挠头 泄气道 你先进来 人领进了屋子 她却还困得慌 我 没睡醒 你睡 我一个人可以 路易温声道 夏晓晓看了她一眼 那你自便 我回房了 路易淡淡一笑 朝她点点头 我